我和罗亦航是高中同学,大学正式在一起,毕业后一起打拼奋斗,在城市里搭建了我们的小家。 我提出丁克时,他也表示赞同,连婆婆都开明地支持了我们,还说他天天上网看新闻,理解我们年轻人的世界,我以为我们能一直幸福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这一天,我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沈若。 一行的电话没人接,我在医院,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听到他在医院,我立马放下手里跟进的重要项目,答应下来,好的妈,你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就来。 江安医院 我没想太多,马上请假赶去了医院,婆婆在妇产科住院,我以为是妇科的一些问题。 可到了医院门口,我才发现,婆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的身边站着个年轻的女人,提着大小包,骂。 我走近一看,那个婴儿小小的,像是刚出生的样子,而婆婆大热天戴着帽子,一身裹得严严实实,我被累积一般,身子僵立在原地。 婆婆,这是生了一个孩子,我强忍着震惊,尽量平静地开口,妈爸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我自己来医院的,你爸前段时间摔伤了肋骨,在老家休养,没办法照顾我,这几天都靠护工照顾,你得好好感谢人家。 爸摔伤了,我没有听说过呀,下一秒,婆婆把孩子递到我面前,若若,快来看看孩子。 我本能地向后退,妈这是,去年我意外怀上了,就想着你们俩丁客,可我们罗家不能绝后吗? 我跟你爸商量以后就留下他了,你,放心,我们劳两口身体还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不会给我添麻烦,劳两口的退休金,加一起不足四千,在十八线小城市养活自己没问题,可突然来个二胎,他们养得起吗? 婆婆看我没接的意思,脸上的笑容僵住,直接冲旁边的年轻女子说道,小王,你帮我把东西搬上车。 好,小王把东西搬上车,婆婆不高兴地看着我,语气生硬,这些年我一直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现在我刚生完孩子,你对我的态度还不如一个护工呢? 沈若,你可真是让妈伤心了。 婆婆抱着孩子,就抹眼泪,越哭越激动,身子都在发抖,我被这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一通电话告诉我,婆婆生了二胎,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居然说我伤了她的心护工,接着又说她的工资还没结找我要钱。 我无奈地支付了五千块,载着婆婆和她的二胎回了家,回到家,宝宝,在睡觉。 婆婆说,要休息,养身体,她也饿了。 我上网查了月子餐,匆忙买菜开始准备,时间紧迫,忙得手忙脚乱。 宝宝又突然哭了起来,我手足无措,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更何况是个刚出生的小孩,那么娇嫩,我正纠结着,耳边就传来婆婆的呵斥声。 孩子都哭了,你还在看什么快抱起来哄啊,我给你生这么大个胖小子,你还不满足,你知道十月怀胎多辛苦吗? 没让你受一点罪,现在照顾下孩子都不情愿。 什么叫给我生这么个大胖小子,在医院门口,他说不给我们添麻烦,感情是直接让我们来养,期间我终于打通了罗一航的电话,你在哪儿,赶紧请假回来,隔着电话,我的怒火都快压抑不住了。 若若,我今天和领导在外面考察,没办法请假,回家,我们再谈好吗? 他没有任何疑问,显然在背后早跟他妈沟通过了,感情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在婆婆那里憋得气,全树发泄出来,冲罗一行吼道,你妈生,二胎这个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头是冲长的沉默,过了会儿,罗一航说,若若,有事回家,再说,我现在真的不方便接电话,领导在旁边。 他挂断了电话,但我哪儿还顾得上他是不是和领导在一起,一遍遍地打,最后他关机了,下午婆婆说,我年纪大了,现在虚弱得不行。 这孩子肯定是照顾不好,你买菜的时候,去商场把婴儿床什么的买回来,晚上让他跟着你们睡。 说完,不等我反应,他捂着肚子痛苦低哼,伤口疼,好难受。 他背对着我闭上眼,不再搭理我,我真是有气撒不出来,憋得难受,但是怎么办呢? 婆婆住在我家,还有个刚出生的宝宝,孩子是无辜的,这一天跑下来,我直接泪瘫在沙发上,晚上罗一航下班回来,就直奔婆婆的房间,无视了我,隐约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他们母子的笑声。 我透过房门看到客厅,还没来得及摆放的婴儿床和一堆新生儿用品,陷入深深的沉思,我气不打一处来,干脆回了自己房间。 二十分钟后,他终于过来,找我,他抱着我,一脸歉意,老婆,对不起,今天委屈你了,都是我不好,这段时间工作特殊不能请假,不然,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去接妈了。 他伸手摸我的脸,整理我的发丝,眼中全是对我的愧疚。 若若,委屈你了,我一定跟你一起,分担,相信我。 我生气地甩开他的手,你妈怀孕生二胎这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罗一航坐在我旁边,神色苦恼烦闷,一周前我才知道他快要生了,他年纪大了,又临产,还以死相逼,我没有办法,只能同意。 本来打算今天下班就告诉你的,谁知道妈提前发作,也给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真的。 我狐疑地盯着罗一航,我相信巧合,但我不相信几率这么高。 老婆,早晚你都要知道的是,我想瞒你,也没用啊,我跟你一样享受二人世界啊,现在突然冒出来个孩子,我心里也别着火呢,可能怎么办? 那是生我养我的妈,我总不能不管吧。 她低头,重新握着我的手吞吞吐吐地说,更何况。 我妈是为了我们俩才生的这孩子,什么叫为了我们,我们说好丁克不要孩子的。 我妈说,她不逼我们生小孩,但老天让她意外有了老二,她就一定要替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就是这孩子的爸妈,让我们好好地疼着。 这怎么可能,我站起来,情绪激动,首先我不想要孩子,而且这孩子也不是我们生的,怎么能当自己的孩子。 我跟罗一航因为这个事,吵了一架,饭桌上婆婆郑重地对我说,若若,一航要上班,而且她是男人不方便照顾我,你就请一个月的假吧, 在家照顾我月子。 我正准备出生,罗一航抢着拒绝,妈,照顾是可以照顾,但若若的工作很忙,不能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听她帮我说话,我脸色缓和了不少,婆婆不高兴了,一个月太长,半个月总行吧,我坐月子都不管我,那是不是要等我死了才管呢? 我耐心道,妈,我给你找个月嫂,你看行不行?我不要月嫂,沈若,你是不是就不想管我? 婆婆简直不可理喻,见我不说话,她更加咄咄逼人,罗一航就埋头吃饭,也不再说话,我实在不想跟一个高龄产妇吵架,只能躲回了房间。 不知道婆婆又骂了什么,隐隐约约听到她在哭,后来孩子也哭了,没一会儿,罗一航居然把孩子抱进来了,为难地看着我,若若,我不会照顾孩子。 孩子哇哇大哭,哭得人心烦意乱,若若,我妈还在坐月子,还在那边哭,眼睛会哭瞎的,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先管一下孩子。 这时候,孩子的脸色难看,我听到扑扑两声,她的哭声更洪亮了,孩子终究是无辜的,看着她哭,我也心疼,她拉巴巴了,你快去拿湿巾和纸尿裤。 好,把纸尿裤换好,我把它放在床上,她肉嘟嘟地手抓着我领口,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一眨一眨的,眨得我的心渐渐融化,就连罗一航,在我耳边一直替她妈说的话,都没那么刺耳了。 老婆,我妈年纪大了,这么大年纪,又拼了孩子,医生说受很多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孩子活生生的存在,总不能把她塞回去吧,请假的是我跟她沟通了,她也理解了,我们先一起想办法,让她月子做完好吗? 罗一航,我正式跟你表个态,照顾你妈月子可以,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也需要出钱,雇一个保姆。 还有,出月子后,你妈必须带着孩子离开,费用我可以出,孩子我不管。 好,我答应你。 我认为罗一航至少是站在我这边的,达成一致后,我的火气也消了心生而睡着的时候,真的好乖好乖,我逗弄宝宝的脸蛋。 一航,还别说你这弟弟长得真像你,眉毛,脸蛋,如出一辙。 罗一航把视线从我们身上移走,无所谓地回答,不然怎么能是亲兄弟。 第二天,婆婆就昨天的事向我道歉,哭着跟我认错,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何况他还坐着月子,哪能让他生气。 我跟婆婆讲和,最后,定下来,我请十天假照顾他,上班之后,找一个保姆。 白天照顾他,晚上,我回来接班,婆婆不做了,我照顾起来,也方便他高龄产子没有奶谁。 我查阅各种资料,选了一款进口的奶粉,成香成香的买回家,尿不湿什么的婴儿用品,几箱几箱的臀。 孩子晚上,就跟我们睡一个房间,还别说,这几天,功夫,我居然对孩子有了感情。 当然,我不会彻底陷入里面,这孩子是我婆婆的,并不是我的,这些天,照顾产妇和孩子,把我累得够呛,每天倒床就睡。 保姆前后,我找了三个,婆婆,都看不上。 到我假期的最后一天时,婆婆竟然主动说她自己在家可以,让我安心去上班就行,我惊讶于婆婆的改变,感动的点头。 妈,辛苦你了,我,下班就马上回来,也多找几家,中介让他们联系月嫂。 这天上班,我心神不宁,生怕婆婆自己照顾孩子出点什么事,等一下班,就立即赶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了里面的欢声笑语。 客厅里,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给婆婆削苹果,两人看着电视,笑得很开心。 这个女的,我见过,婆婆生孩子时照顾她的护工,若若,你回来了。 婆婆看着我,指着年轻女人,这是小王,出院的时候,你见过的,小王在我住院的时候,照顾得很好,我就自作主张,叫她过来了,吸水,就和之前你开给别的保姆一样。 妈,难得有婆婆重义的保姆,我欣然答应。 妈,这种事你决定就好。 小王,这是我媳妇沈若。 沈若姐好,我轻恩一声,正准备回房间,若若,我饿了,你去做饭吧。 我看着婆婆,一脸不解,妈,不是有小王吗? 小王只负责带孩子,不做家务。 一个月上乱的工资,连家务也不做,只带孩子,妈,她既然和别的保姆一样的工资,那饭菜还是要做的呀。 婆婆不高兴了,你上班没时间,小王照顾我还要照顾孩子,还要买菜做饭,她怎么顾得过来,你要是觉得贵我自己来掏这笔钱。 妈,我不是这意思。 你就是这意思。 婆婆摔门而去,我盯着关上的房门,深深叹口气。 晚上八点,一行终于回来了,婆婆开始哭诉自己的委屈,小王闷不吭声地做饭。 罗一行连理都没理我,他们三个人在客厅吃饭。 宛若一家人,我在卧室听着他们欢声笑语,婆婆还叫罗一行给孩子,取个名字,罗一行说。 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罗昆志。 意思有抱负,有理想,力争上游。 好,这名字好,罗昆志。 一行哥,这个名字好。 我喜欢。 有鼓掌的声音,应该是小王,我真是第一次觉得家里的隔音不好,捂着被子都能听清外面的话,孩子醒了,他们一口一个小智小智地叫着,这么快就定了。 我算什么,我居然连个外人,也不如第二天一早。 我收拾好准备去公司,罗一行主动提出送我在路上,他向我道歉。 若若,我为昨天的事向你道歉。 这段时间,因为婆婆,因为孩子,过去五年,我们都没有这么闹过矛盾,到我公司附近,他带我去吃早餐点的全是我爱吃的,昨晚没吃,肯定饿坏了。 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聊,不然长久下去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看他关心我,我的怒气消除一大半,平缓地说,你想谈什么,你知道我在生气什么吗? 若若,我妈已经跟我说了,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发展,她父母那一栏写的是我们的名字。 什么?我放下早餐,怒急返校,你明不明白,如果父母写我们的名字,那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了。 若若,罗一行握着我的手,满眼痛涩,我也很痛苦,我也接受不了,可那是我妈,我能怎么办她不逼我们要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老一辈的思想, 真的扭转不过来。 这一整天上班,我思绪都很混乱,没孩子不一定晚年就不会幸福,孩子并不是完全评断生活质量的标准。 但罗一行今天和我谈话的内容异常,明显孩子可以不生,但必须养这天以后,我在他们眼里妥协了,我和罗一行的婚姻本质世上没有问题的,与其硬碰硬,不如我先掩盖自己真实想法。 一切等婆婆出了月子再说,晚上我主动买菜,回家,打开门纳木。 我吓到了,小王正在亲为孩子喝奶,听到开门声,小王有点慌乱,赶紧拿衣服,挡住自己。 婆婆主动向我解释,小王的孩子还没断奶,我没有奶,不想可怜了孩子,想让小王喂喂看他吃不吃。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借口做饭去了厨房,我还听到婆婆还在外面说,一行你快来看看,小王奶水很充足,替你省了鼻奶粉钱啊。 厨房的门没关,我透过门戏看出来,差点没把自己气晕,小王抱着孩子在喂奶,婆婆拉着一行坐在小王身边,一直夸奖他母乳好,看小家伙吃得多香,奶粉他都不爱,多亏了小王啊。 吃完饭我就回房间了,我不想面对他们,不知为何总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上班的时候,我想着和婆婆关系有点姜,干脆送她些东西,恰好同事看到了, 沈若你要买什么,看这么专心,同事的手在我视线落在我手机上,惊讶道,你准备要孩子。 大家知道我是丁克的,笑着调侃,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了,你也没显怀,现在看太早了吧。 我实在没办法说实话,借口道,我一个亲戚刚生了二胎,我准备送点礼物,买点日用品,再买些衣服什么的。 你亲戚喂奶吗?恶禄,结束了吗?如果都有的话,衣服什么的,估计她现在也不方便穿,还是送点其他的东西比较好。 我摇头,我只知道孩子喝的奶粉,至于恶禄,我就不清楚了。 吃完午饭,我还去百度查了下恶禄的具体情况,之前我倒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自从婆婆和小王住进来后,我睡眠极度不好,今早不想吵醒罗一行, 我就去客厅的大卫生间洗漱,正在洗漱,婆婆推开了门,妈,我马上就好了。 唯音刚落,婆婆已经冲进来,没事,我小的不爱你是。 我正准备出去,婆婆已经完事了,她的内裤上并没有垫任何东西,纸巾也没有恶禄的痕迹,可垃圾筐里明明有许多用脏的卫生巾。 为了确定,我去检查了下,虽然垃圾袋每天都有换,但我敢肯定,每天都有垃圾,饭桌上,我洋装关心地问婆婆, 妈,你恶禄结束了吗?我听同事说, 产妇要注意恶禄排出情况,产后复诊的时候,医生要检查这个,中途有什么变化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条理。 顿了顿,我继续说,也快一个月了,你看看约哪个时间去复诊,我好提前请假陪你去。 大家都在喝粥,听到我说话集体停了动作,我挨个看过去,一行低着头,小王有些慌乱地偏过头,婆婆也是愣住,好一会儿才回复我。 还没排完,时间还早,等小智满月做儿宝的时候,我顺便检查一下就好,你也不用请假,小王和我一起去就行了。 你和一行,还是顾着工作重要,好,那需要我的地方再叫我。 从这天后,我就异常留意家里的动静,小王虽然是来照顾产妇的,但婆婆就是让他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都是婆婆在弄,婆婆本人大大咧咧没什么讲究, 夏天经常穿着裙子,毫无坐姿地在沙发上,随时能看到她内裤上没有垫东西,但洗手间恶露痕迹依然在继续,满月检查,他们也没要我随行早上。 我和一行离开家的时候,我问她,今天妈和宝宝要去医院,我们真的不用陪吗? 不用妈和小王搞得定,我们专心上班就好。 行,快到中午,我打电话约一行吃饭,她拒绝了,若若,我中午要和领导去工地视察。 好,挂断了电话之后,我在三思所,决定前往医院,我居然在儿保科看到了罗一行和小王,还有婆婆的身影, 婆婆抱着孩子,罗一行抱着小王,她小鸟依人一般地靠着我老公,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愤怒的心在胸中燃烧着,恨不得立马冲上去质问他们强压下怒火,我捏紧了拳头,靠在柱子上,不停地深呼吸,咬着牙继续盯着他们很快。 小王进了诊断室,而婆婆抱着孩子和罗一行在外面,我听到婆婆说,最近沈若老是在家发脾气,小王心情也不好,奶水受影响,你要没事下班就早点回来陪他,女人只要高兴了,还怕奶水不回来吗? 妈,妈,我在家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你让王林别去惹沈若。 谁惹沈若了,你看她一副娇小姐的样子,只有她拿气给我和王林受的,我们哪惹得起她,按我说,沈若就不如小王一半好。 妈,你别忘了,王林是伸手管我要钱的女人,沈若再不好,她家有钱,她自己高收入,我不可能和她离婚,否则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一大家子,怎么给小智一个好未来。 妈知道,但妈实在受不了那个娇滴滴的大小姐,城里的女人,没几个好的。 再不喜欢你也要忍着点妈,只有沈若能带给我们家好生活,小王那里好说,她家没钱,也没本事,只要按月给她钱就行。 妈知道了,为了钱我也会忍的,你妈不傻,有钱人不要,难道去要一个穷光蛋吗? 我的指甲何时嵌入肉的也不知道,直到有鲜红的液体流出来,触目惊心,她不仅背叛了我,还跟别人有了孩子,还把孩子的生母养在家里,让我给她做饭炖汤,没想到我在职场上雷厉风行,游刃有余,却在家里一败涂地。 我更想不到,我以为深深爱着我的丈夫,居然背着我,已经有了个小孩。 而我却一无所知,沈若你真是蠢得可怜,被他们一家耍得团团转,罗一行,既然你把我当傻子,就别怪我出手太狠,我快速地在脑子里将事情过了一遍, 今天就是个大好时机,等他们出诊室离开后,我立马进了诊室,以王林亲属的身份找大夫,检查报告掉了,唯由重新打印了一份病例,王林。 剖工产后,三十天复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将这张白纸放在手里攥紧了,再松开,反复多次都没有撕碎他的晚上。 罗一行想和我亲热,我找借口拒绝了,并让他去看看宝宝。 今天宝宝有点不舒服,他果然去了,过了很久才回来之后,我借口要出差几天,其实是住在娘家,我不在。 他们一家,果然光明正大起来,罗一行和小王一起去溜娃,小王都是直接挽着罗一行的胳膊,俨然一家三口,我全拍下来留作证据。 这期间,我也没闲着,找人查了王林的资料,王林是个导购,虽说是本地人,但住在北区的一个村子里,刚好我有个老同学是成见的,我找他。 咨询了下,在我的请求下,他愿意帮我这个忙,我和朋友做了一个假聊天记录。 我出差归家后,更彻底地像个外人了,里里外外的都是婆婆在收拾,王林只管孩子,晚上孩子也跟着他睡在婆婆光明正大的安排下。 罗一行也因为孩子时常出入王林的房间,每一次进去时间都不短,他终于回房了。 我靠在床边玩着手机,而他就躺在另一边,两人基本没有交流,男人的改变果然在不知不觉中。 女人只要不麻痹自己,一眼就能看穿,我还在和我的朋友聊着,我发语音说,你拿了高奖金,可要请我吃大餐呀。 对方回复,当然,必须请。 听到是个男人的回复,他终于扭过头跟我说了第一句话,你在聊什么? 张军呗,你知道他在成见的,听说有个开发商看上北区东海村,出手阔绰,过几个月就要拆迁了,他能拿很多奖金,约好了请我们吃大餐。 你说哪儿? 罗一行的表情瞬间从漫步惊心变得神采奕奕,北区东海村,怎么你知道那里? 不知道。 这个话题他没敢再继续,怕我起疑,我继续聊着,能感觉到他眼角余光注视着我,以为晚上他会忍不住问我,没想到还挺沉得住气,我感觉得到他在发消息。 我盯着他的背景,从脚底升起一阵寒意,这个男人,我以前有多爱他,现在就觉得有多恶心。 不出意外的话,他是在跟小王发消息,我假装睡着。 没过一会儿,罗一行果然起身离开这一晚,他没再回来过,我不知道另一个房间的场景。 我只知道,婚后,多年,第一次独守空房居然是这样的场景,我鲜瘦的身子藏在被子里,理智告诉我要冷静,可身体仍不住地发抖,再厚的被子也驱散不了骨子里散出的寒意。 第二天,我坐在沙发上等着他们出来,拍下了他们一起出来的画面,他看到我愣了下,神色慌张地躲到罗一行后面,审若。 我以为罗一行至少会有愧疚,使我想多了,他只是叫了我的名字,罗一行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我昨晚睡得早,我昨晚睡得早,醒得也早,刚进去看完孩子,早餐你想吃什么,我去做。 我淡淡地问,孩子醒了吗?还睡着。 老公,昨晚太累了,我们今天早上出去吃顿好的吧,我甜甜笑着挽着罗一行,眼角余光却落在王林身上, 我看到他悄悉悄悄捏紧的拳头,罗一行显然没在意王林的反应,立即答应我,好。 中午,我抽空回了 烫家,婆婆不在家 只有王林在 她正抱着孩子 在晒太阳 看我回来 反感地拧着眉头 你怎么回来了 我语气生硬 这是我家 我想什么时候 回来就回来 有问题 见我走近 她抱着孩子 开始夺我 我说 孩子醒了 给我抱抱 她吃完奶 不舒服 晚点再抱吧 我现在才知道 王林为什么 打一开始就对我防备 她怕我伤害她的儿子 她不信任我 我走过去 坐在她面前 伸出手直接命令她 王林 你只是孩子的保姆 把孩子给我 虽然我知道事实 但我就要恶心她 我 王林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最后 又强忍住 不情不愿地把孩子 给我 你小心点 她今天有点兔奶 我本意并不再抱孩子 这只是我计划的一环 张军掐着点 给我弹语音电话 王林听到电话响 立马就伸手过来 沈若杰 你先接电话吧 我来抱孩子 不用我再抱抱 说着我开了免提 怎么了 君哥 确定下来了 你要请我和一行吃大餐了 提前和张军沟通好的 我直接开门见山 对今天上午领导们开会 决定下个季度就走东海村的开发程序 时间太紧了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落实户口问题 吃饭的是恐怕要三个月以后稳定下来 才有时间了 这么快就确定了 哪个开发商这么土豪 他赔偿是怎么算的 现在是一人六十个平方 再补一笔费用 具体的还要再开几个会决定 保守估计 他们每人到手不下七位数 东海村的人 一下就报复了 行吃饭不着急 等你忙完再好好敲你一顿好的 挂断电话 我把孩子还给王林 他说要先去上个洗手间 我嘴角勤着笑 去吧 等你出来我再走 他的眼神止不住地雀跃 说是去洗手间 其实是迫不及待地告诉 罗一航这个好消息 我顺便拔了几根宝宝的头发 收到塑料袋里装起来 我的目的达到了 从罗一航和王林两方下手 消息说得言辞凿凿 他们就算半信半疑 只要再去承建局打听打听 有张军帮我打掩护 每两天他们就会百分百相信 拆迁的事 离开家 我去了医院 把罗一航和宝宝的头发 拿去做鉴定 王林给他生了儿子 家里还要拆迁 他们要拿到更多的补偿 就得结婚 把罗一航和孩子的户口签过去 按罗一航的想法 婚内就这点财产 肯定比不上拆迁给的补偿 与其跟我耗着 倒不如多拿几个人的补偿 自己发家 听张军说 果然有人鬼鬼祟祟地去承建局打听消息了 照片对比就是王林 在王林主动套进户时 他洋装上钩 把拆迁的事说得天花乱坠 最后再让王林千万保密 那天晚上罗一航又借口看宝宝 去了王林的房间 两人密谋了很久 这次罗一航一定会提离婚了 我在心中模拟了一下午 下班准点回家 刚回到家 婆婆就在客厅大喊了一声 沈若你回来了 婆婆声音虽然慌乱 表情却十分淡定 目光落在我和罗一航的房间 房门紧闭 里面能听到气喘吁吁的声音 他们故意要演给我看 我哪有不配合的道理 我立即推开房门 看到罗一航 慌乱地整理衣服 王林在躲在他身下 赤着身子赶紧拉被子 挡住自己 你们在做什么 我装作很震惊崩溃的样子 指着他们情绪激昂 罗一航 你们在我房间做什么 我大叫着冲过去扯被子 王林吓得尖叫 一航哥 快救我 阿姨 快救我 罗一航 赶紧将王林搂在怀里 用被子包得严严实实 没事 不要怕 有我在 王林小鸟依然地躲在 罗一航怀里 用胜利者的姿态 看着我 我婆婆进来 一把将我推开 沈若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在那儿叫什么叫 吵到孩子 怎么办 一航不过是做了 全天下男人都可能做的事 你才是他妻子 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婆婆知道我心高气傲 她这么说就是想激怒我 我当然不能让她失望 配合地怒吼 你儿子出轨了 你让我当没看见 就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婆婆 还把人往家里带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扬起手冲王林挥过去 婆婆赶紧挡在前面 你干什么 婆婆力气很大 差点把我推倒 我抓着门把手才没倒地 罗一航看到了 但他没任何反应 而是当着我的面 安抚好王林的情绪后 才起来与我对视 沈若 是我对不起 你我们离婚吧 离婚 我一阵冷笑 婚是必须离的 你想怎么离 一切都是我的错 只要你肯跟我离婚 不要伤害 林林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好啊 第二天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 她是过错方 房子车子 我全要了 要求她净身出户 婆婆当然有意见 但罗一航打着如意算盘 立马就答应了 她想尽快离婚跟王林结婚 否则就赶不上签户口了 我要求他们两天内搬离 并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好各种手续 上午我们办的离婚 下午罗一航就和王林领证了 我花钱加急做的亲子鉴定 报告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毋庸置疑 罗一航就是孩子生物学上的亲生父亲 我这么做只是 为给自己留份证据 这个谎言一旦暴露 罗一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休了个长假 顺便把我和罗一航的婚房卖了 重新买了一套 一个月后 罗一航把我堵了 在公司门口 他愤怒地想拉我上车 我甩开 放手 不然我叫救命了 你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我是你老公 是前夫 我更正 不管是什么 基于我和你的关系 你叫救命也没用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就在这里谈 我知道他会来找我 只是没想到 竟然让我等了一个月 还好他来了 罗一航说 你骗了我 你知道我要找你谈什么的 我们换个地方 你同事看到了影响不好 其实更多的是在这里 他怕影响到自己 不敢大声冲我咆哮吧 我冷笑着看着他 要说什么快说 我赶着回家吃饭 你把我们的婚房卖了 对啊 卖了好多钱呢 我用来买了一套新房子 位置好 环境好 别提住得多舒服了 我故意刺激他 看着他的表情 越来越猙獰 弱弱 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制造王林家 要拆迁的假消息 算计我 骗我签了财产分割协议 现在你把属于我的 那一半折现给我 我装不知情 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 王林家在哪儿 我都不知道 更别说什么假消息了 还有你出轨 跟别人生小孩 还把人带到家里 这是我都没和你算 你好意思 回来找我要卖房子的钱 罗一航又哀求我 若若 看在我们过去情分上 不要对我这么无情好吗 你也知道我家情况 父母靠不住 王林也没收入 我一个人养全家 现在没房没车 在这城市里根本生活不下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嫌恶心 身子向后缩了缩 请叫我审若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你穷是你贪婪造成的 造现在这局面是你自食恶果 跟我没关系 说完我嫌恶地转头 做事离开 以他的性格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已经被逼到绝路 我等着他疯狂的时刻 果然 他猛地抓住我的手 开始向后拽 罗易航 你想干嘛 我立即大声地喊叫 审若 一切全是你算计的 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 我不会罢休 罗易航连拖带拽地 把我甩到他车上 锁了车门 审若 你别逼我 我不要车子 只要房款的一半 你家有钱可以帮你 你也有收入 那点钱 在你这儿根本不算什么 他反锁了车门 我打不开 我抬眼朝车窗外看了一眼 确认自己依旧在摄像头监控下 审若 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 你要不给我钱 咱们就鱼死网破 谁也别想好过 你威胁我 我眉眼上扬 勾起一抹 冷笑 他现在癫狂的样子 真是丑陋 看他越是面容扭曲 我就笑得越灿烂开心 审若 是你逼我的 你设计我离婚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他扣着我的肩膀 疯狂地摇晃 眼底满是星红 看样子都要疯了 时候差不多了 我把我的钻石项链和戒指取下来 故意放软了语气 罗一行 你别激动 你突然来找我 我哪有那么多现金给你折线 你先拿着这些 我们约个时间再细谈好吗 他很要面子 我主动给他守势 不仅不能安抚他 反而会让他觉得自己被施舍 只会更加疯狂 他直接扣住我脖子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审若你打发要饭的是吗 他不断用力 我呼吸越来越困难 脸色涨得通红 我包里 银行卡 密码没改 我艰难地举起包 打开拉链 里面正好有我刚取的几千现金 还有卡包 他想到什么 立马松开我一把 夺过我包解锁 把我推下车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审若 我只要那一半的房款 你放心 我不会多拿 嗨嗨 我艰难地站起来 透过车窗 看着他翻我的包 面无表情 等他开车离开 我才冷笑起来 银行卡的密码 早就换了 他取不出一分钱 回公司 调出监控 我立即报警 前夫袭击我 并且抢劫我的财产 顺便我还去医院 验了伤 伤痕显示 我的确被罗易航 掐过脖子 为了杜绝后患 我还联系了记者 将这件事 闹大 当天 罗易航就被抓走 调查 前婆婆疯狂地 给我打电话 说要来我家见我 我当然 拒绝了 他等在我第二天 上班的途中 抱着孩子 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 哭得撕心裂肺 若若是我们一家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是一行对不起你 可他现在被抓了 你知道的 我们一家 就靠他一个人 你看在小智 还在强宝中 不能让他没父亲呢 求求你 放过他好不好 看着前婆婆 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的哭泣 我面无表情 我手里 还有更多证据 没有放出来 你们一家 要是不再来烦我 咱们相安无事 如果你再赶来找我 我就把你们做过的 所有龌龊事 都传到网上 让罗易航 变成过街老鼠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罗易航的妈剑 求我没用 瞬间变脸 沈若你这个 心如蛇蝎的女人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只有野狗 才会没完没了的 废我开着车 从她面前路过 没再给一个眼神 前婆婆虽然泼辣 不讲道理 但她不敢拿罗易航的人生 来开玩笑 我的人生恢复平静 也渐渐走出了这段 婚姻的阴影 一年后的一次 同学聚会上 我从同学的嘴里 听到了她的消息 罗易航 因为抢劫罪名成立 被判了几个月 她把我的钻石项链 和戒指送给了王林 在警察找上门后 王林没一分钟犹豫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 罗易航身上 亲口坐实了 她抢劫的事实 还把孩子扔给罗易航的妈 自己一走了之 罗易航丢了工作 事情闹大后 名声也臭了 没公司再要她 他们一家 只能回了老家 她心性高 看不上老家的工作 整天 游手好闲 买醉麻痹自己 家里 入不敷出 还要养个孩子 听说她家的日子过得 极度崩溃压抑 知道一切的同学巧声问我 沈若罗易航有今天这个结局 你开不开心 我半天没出生 转头望着天空 我没有因她的下场得意开心 我只求不让自己不受委屈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接下来我们听下一个故事 得知婆婆怀孕已经两个多月 这一事实以后 我无比震惊 而且还十分愤怒 当然 李诺的反应也跟我完全一样 我们俩不是单纯反对婆婆生二胎 而是她目前还是单身状态 所以我们压根就没有关于她怀孕生子的概念 李诺你 拟了半天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只是把怨愤的目光投向了我 仿佛是让我赶紧说话 最好是狠狠批评婆婆一顿 就好像她面对的不是她妈 而是我妈一般 不过眼下不是跟她计较 到底是谁妈的时候 我刚想开口 婆婆却抢先开口了 孩子马上就三个月了 已经没法做流产了 当然如果非要做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风险比较高 而且我年纪又比较大 就更危险了 如果你们非要我做的话 那我也只能冒死一事了 这种道德绑架果然奏效 一时间我和李诺都无言以对了 过了一会儿 婆婆又说 你们俩什么意见呢 我看看李诺 李诺看看我 然后我问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俩当然清楚 她这样做的目的 如同某些做女儿的 当父母不同意 她嫁给某个她认定的男人时 她往往就会做出生你煮成熟饭 破釜沉舟先斩后奏的举动来 我们家只是位置交换了一下而已 婆婆自然也觉得没必要回答我的问话 而是说 你看 你们俩也不忍心 我去冒险的对吧 那么 你们就忍心看着孩子生下来就没爸爸吗 就算你们忍心 那以后这孩子谁来养呢 我可是笨舞的人了 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那孩子只好你们来养了 也行 长兄长嫂养育又帝又妹 也是应该的 她一句一个坑 能说的都被她说到了 连标点符号都没给我们剩下 压根就不给我们反驳的余地 李诺不作声 怒气冲冲地看着她 我揉了揉额头 然后对婆婆说 妈 这事缓缓再说吧 你先让我们俩消化一下 然后 我就拉着李诺回了房间 我们俩一个坐在床头 一个坐在床尾 各自唉声叹气 我说 你妈可真够有心机的了 闷声不响地把孩子都怀上了 这招确实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 再者 她想怀就能怀上这一点 也令我无比佩服 她虽然不算很老 但到底也不年轻了 怀孕如此容易 也真是天赋异禀了 李诺说 她这叫心机 我看她就是傻 果然陷入爱情的女人 情商往往为附属 我说 现在怎么办呢 李诺美好气地说 还能怎么办 是啊 还能怎么办呢 婆婆早婚 十九岁就生下了李诺 如今她才四十七岁 因为保养比较好 所以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 说是和李诺像姐弟 也不算夸张 公共去世多年 这只坚婆婆一直没再婚 目前她自己经营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 收入还算可观 而且还有一家店面在出租 所以家境虽然算不上富裕 却也比下有余 我们家条件不如李诺家 我容貌也一般 但我爸妈还有我都是教师 均匀分布于小学初中和高中 好歹也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所以婆婆对我还算满意 当然 我爸妈对李诺也比较满意 因为李诺相貌和性格都不错 学历和工作也比较出色 婚房前 李诺加出了70% 余下的30%我们加出的 本来李诺想要出全部的 然而我爸妈坚持要出一部分 倒不是为了在房产证上加名 而是他们觉得 即便是嫁女儿 也应该有所付出 他们认为儿女应该尽量平等待遇 这样女儿才能更有底气和尊严的生活 同样 李诺打算要承担全部房款 也并非不想给我加名 她的想法是 钱他们加出 房本上写我们俩的名字 和许多家庭截然相反 人家都是争取自己少出钱 或者是不出钱 而李诺和我爸妈却是争相出钱 而且还都不为房本上加名 此举在当下算是独树一帜了 婆婆心态也算平和 对于李诺的举动 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们这样的婚姻组合 自然夫妻感情 以及婆媳关系都不错 至少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 至于小矛盾 家家都有 不足为怪 我们婚后第三年 婆婆就谈起了恋爱 我和李诺从不反对父母再婚 但是婆婆的恋爱对象 我们实在有点难以接受 对方姓许 叫许飞 今年才34岁 有过一次婚姻 没有孩子 容貌身材都不错 我们反对的原因 不仅是两人年龄相差太多 还有一点就是 这人条件很一般 我们并非视力 而是在我们看来 一个三十好几的男人 还无房无车 甚至连工作也不稳定 这只能说明他不够上进 那么这样一个男人 他看上婆婆什么了呢 不错 婆婆依然算得上夫白貌美 不过毕竟也是年龄不饶人 笨舞的女人了 有那么大魅力 让许飞忽略13岁的年龄差吗 可想而知 他图的是什么 可是婆婆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许飞之所以会离婚 是因为他之前做生意赔了钱 因此他前妻才弃他而去的 房子车子也给了前妻 因为他觉得对不起妻子 所以想要尽可能多地弥补他一些 所以在婆婆看来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讲良心 有责任感的男人 我们不同意婆婆和许飞在一起 婆婆坚决要和许飞在一起 我们俩也是无语了 婆婆独身多年 也经常有男人追求 可是他都觉得不合适 所以一直没动再婚的念头 可是怎么就对这个许飞 一往情深呢 见过许飞以后 说心里话 这个男人看起来 确实一点不讨厌 身材高挑 皮肤白净 而且并非一副 侃侃而谈游刃有余的模样 而是面对我们略微有些拘谨 和腼腆的样子 或者是因为清楚 我和李诺的态度的缘故 所以表现得有点不大自然 这倒是让人对他 心生了几分好感 如此形象 倒是和婆婆形容的男人 多少有点接近 当然 人不能只看表面这一点 我也比谁都清楚 我们还是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两人年龄差太大 而且许飞连孩子都没有 而婆婆 马上都有孙子了 这样的两个人 合适吗 所以 我和李诺 还是反对 我们劝他找个 般配一点的男人结婚 而且 李诺还直接对许飞说了 请他以后不要再和自己妈来往了 他这个人比较传统 接受不了一个 只比自己大六岁的继父 于是 婆婆给我们来了个未婚先孕 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许飞 我说 两个多月 流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李诺说 也得他同意才行呀 我们总不能压着他去做吧 想了一下他又说 要不 这孩子干脆就生下来以后 咱们来养吧 我瞪着他不说话 这叫什么事啊 别说我不同意 婆婆肯定也不接受呢 他怀孩子 可是为了孩子父亲呀 最后 我和李诺放手不管了 任由婆婆自己做决定 当然 我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因为 婆婆毕竟是高龄孕妇 即便他看起来毫无不适 但我们也不能太过大意 自然要对他多加关怀照顾 婆婆终于如愿和许飞领了证 许飞没房子 自然住进了婆婆的房子里 而且 婆婆还把饭店交给他打理 并且还给他出资 让他做点别的生意 对他可谓是无比信任 我们连劝组也做不到 因为他都是直接做的决定 根本就不和我们打招呼 两人看起来十分恩爱 老七少夫相处得毫无违和感 随时随地都会起腻 到了如此地步 我们也不便说什么了 让他们去幸福甜蜜吧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 我陪同事一起逛街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饭店对面是一家酒店 我们的座位临近窗前 中途我往窗外望了一眼 结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从饭店里走出来 身边还有一个女人 我虽然近视 但我毕竟戴着眼镜 所以还是能看出来 那人正是许飞 她身旁的女人我不认识 看起来和许飞年纪相仿 中等长相 中等身材 他们挨得很近 而且有说有笑 不知道许飞说了什么 女人还称怪地 在她肩上拍了一巴掌 我跟同事说 我看到个熟人 出去打个招呼 然后就急忙出了饭店 因为我们在楼上 等我跑到街上时 两人已经走出去 一段距离了 我赶紧掏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虽是背影 但是认识许飞的人 都能看出来 那正是她本人 有一张两人都侧过脸 看向对方 看上去十分亲密 从酒店里出来 又是这般姿态 说明什么不言而喻 我感到十分气愤 许飞这个男人 果真是是没安好心 而且他相当会演 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是半猪吃虎 婆婆还在孕期 她就和别的女人胡搞 她这人品 简直就不是一般的渣 说不定 她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一直周旋在 好几个女人之间呢 我越想越气 饭也不吃了 直接给同事发了条微信 告诉她 我有事先走了 然后就 直接回了婆婆家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 给婆婆看了 并且跟她说明情况以后 她说 不会吧 我相信许飞 她不是胡来的男人 他们一定是谈正事的 谈正事谈到酒店里去了 难道不是应该在咖啡厅茶馆 或者饭店里谈吗 婆婆当下就问了许飞 我在旁边正好能听到 她的声音一贯地温和悦耳 而且表现十分从容 她说那个女人是她的客户 她们正在谈生意 女人住在那家酒店里 她是过去接她的 骗鬼去吧 可是就有人信 婆婆说 你看 我就说嘛 她们肯定是正常来往 小飞说了 她得努力奋斗 争取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免得你们总认为 她居心不良 难道她居心良吗 我不知道婆婆 这是鬼迷心窍了 还是自欺欺人 她也算个聪明女人 且大小是个生意人 多少有点生意人的精明劲 怎么在这许飞身上就晕头转向了呢 我怒其不争地说 妈 她肯定是在骗你 她们俩关系绝对不正常 你也不想想 你一把年纪了 她爱你什么呀 有几个男人不喜欢年轻女人呀 婆婆冷笑一声 呦 是吗 我就不能被年轻男人爱上了 看来还是你年轻好呀 虽然没容貌没身材 上下前后一马平穿 连我这块五十的老太婆都不如 但好歹有年龄优势 也值得骄傲是吧 我叹口气 我不跟你斗气 你赶紧和她离了吧 把钱都要回来 不然你早晚都会吃亏的 还有 你把孩子留掉吧 婆婆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这孩子可是已经五个多月了 你让我银产拿掉 你是想要我的命吗 我说 这个许飞肯定靠不住 你给她生什么孩子呀 你毕竟已经笨舞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到时候她再把你们母子甩了 你有精力和能力养孩子吗 你就咒我是吧 你怎么不盼着我点好呢 婆婆提高了声音 描绘 我对你一直不错吧 你和李诺的婚事 我可从来没有掺和过 咱俩婆媳关系也一直很好 你干嘛这样针对我肚里的孩子呢 是怕她以后跟你们分家产吗 你好歹还是人民教师呢 怎么这样贪心呢 连个孩子都容不下吗 她可是和李诺有一半血缘关系呢 你就这么不希望她出生 这都哪跟哪啊 我从来没想过份家产的事 如果孩子她爹是个正派人 婆婆和她结婚生子过日子 生几个我都不反对 可是这许飞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说不定哪天把婆婆的钱到腾空了 她就走人了 到时候他们母子怎么办呢 婆婆年纪越来越大 各方面都力不从心了 自己能抚养孩子吗 那还不是得我们抚养教育吗 我确实没那么伟大 养育一个跟自己儿女一般大的小叔 或者小姑子 想想都感觉别扭 既然已经看穿了许飞的本质 为什么不及早止损呢 不 看穿许飞的只是我 婆婆根本看不穿 所以她由言不尽 坚决要生下孩子 和许飞继续过下去 我气急了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 许飞就那么好吗 你是不是过得太安逸了 所以就保暖思淫欲 非得找个年轻男人满足你啊 然后现在你根本离不开她了 所以即便知道她还有别的女人 你也都能忍了 你怎么这么贱呀 你说什么 婆婆站起身 啪得给了我一个耳光 我被打愣了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最后我说 你要是不做掉孩子和许飞离婚 我就和李诺离婚 有你这样的婆婆我都嫌丢人 出门以后我哭了 一来是被打得疼 二来是伤心 婆婆根本不知好赖 我明明是为她好 她却不领情 还动手打我 我跟李诺把事情经过说了 我说要她妈流产 和许飞离婚 李诺说 孩子都五个多月了 银产确实有风险 妈都那么大年纪了 你觉得许飞可靠吗 她的鬼话你也信吗 李诺摇头 我不信她 我会劝妈和她分开的 我也可以去找许飞谈 要她离开妈 这小子真是欠揍呢 不过妈真的不能隐产 孩子就生下来吧 她和许飞走不到头 那还生什么孩子呀 李诺说 那就以后咱们来养吧 毕竟那是我弟弟或者妹妹呀 我看了她好一会儿 要养你养 我不会养那么一个渣男的孩子 明明可以避免 为什么非要生出来添麻烦 这不是为妈的健康和安全考虑吗 作为子女 必须顾及这一点呀 其余都是次要的 我摇头 那我不当她的子女了 她要是生下孩子 那咱们俩就离婚 你说什么 李诺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就为这么点事 你要和我离婚 你至于吗 描绘 你可是老师呀 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 非要扼杀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 你于心何忍呀 这话跟他妈说得如出一辙 人民教师就应该爱心泛滥海纳百川吗 明知道眼前是火坑 也非得跳进去 以为犯傻就是伟大吗 我不想再争辩了 随你怎么说吧 我就是这么决定的 你们看着办 婆婆根本不肯做银产 也不肯和许飞一拍两散 依然爱她爱的宝贝似的 不许李诺碰她一根手指头 看着她肚子一天天长大 我无比赌心 因为做银产是不可能的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虽然和李诺把话说出去了 但是我并不想和她离婚 可是我又实在受不了婆婆的执迷不悟 以及李诺的爱母心切 我觉得我不应该就此妥协 所以或许离婚是我最好的选择 趁我还没有孩子 就让他们母子日后去养许飞的孩子去吧 我不参与了 可是我还是有点心痛 因为我舍不得离开李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